娱乐频道综合报道 艺人啦啦 徐佳寅魁为三年发行全新专辑心理学专辑首播主打言不由中MV 至今观看快破500万 回响相当热烈 昨天她的两场徐佳寅心理学私密演唱会一开卖票就被秒杀 因此也被黄牛给盯上 让徐佳寅在脸书上发文呼吁 希望粉丝们切勿轻信任何不法黄牛 不要购买任何来路不明的票券 徐佳寅的独特嗓音和高潮歌唱技巧早已累积不少粉丝 这次新专辑歌曲照例攻占各大音乐榜 昨日票已受而空让她在脸书上开心发文 很多低眉强盗之类向我撒下秋冰镇K法相聚的 但随即被不法黄牛盯上 一张600元的票最高喊价破万 让她怒戴妹妹头假发和红色墨镜 开直播抵制黄牛记者会 不过随后就删除直播影片 徐佳寅被不法黄牛盯上 票价被喊破天际 翻射自脸书 徐佳寅的歌唱实力备受肯定 翻射自脸书 徐佳寅为三年初新专辑 攻占各大音乐榜成七亮眼 翻射自脸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下O